大批民众高举旗帜标语 情绪高昂的呼喊口号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在20号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 大约有7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和资方加薪减税 好应对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 比利时全国的大众运输网络 连带发动一日罢工 让公共交通几乎瘫痪 只剩几条火车线路还维持营运 布鲁塞尔机场的安检人员 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让所有离近航班被迫取消 机场几乎是一片空档 比利时总理德克鲁面对人民的不满 却表示比利时的薪资水准 会按照物价调整 当地劳工已经比其他很多欧盟国家 受到更好的保障 也表示政府已经将几项 能源销售税的减免 延长到了今年地 不过比利时六月的通膨率 达到9% 和全球各国一样生活成本高涨 在民众眼里 政府目前的行动 显然还不足以缓解物价压力 欢宇新闻刘千文 纵横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